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瓜群众都目瞪口呆 虽然也有很多传言说二人婚姻已经亮红灯 但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最后还是当事人来给我们实锤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 从一开始不看好两人的感情 到现在希望他们幸福 结果却让无数人失望 不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此突然让人震惊 赵丽颖对于离婚更是快刀斩乱马 从官宣离婚后就迅速收拾行李 搬出曾经的爱巢 丝毫没有任何留恋 这样的果决让人不免怀疑 两人肯定有事情发生 虽然短短三年婚姻 但却平静得有点可怕 两人发文说从夫妻退回朋友 但很多人都认为 赵丽颖冯少峰离婚后 恐怕会彻底决裂 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 赵丽颖是苦出身 凭借自己的打拼跟努力 到现在地步 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无脑 反而是思路规划明确 不然也不会在娱乐圈 走到今天的地位 她看事业比家庭更重要 另外结婚三年 银宝都没有得到完美的婚礼 对于女生来说 谁也会难过吧 所以对她来说 过去的就是过去 不会跟冯少峰有任何纠缠 所以才迅速搬离 开启新的人生 还有一个细节 4月30号 有细心网友发现 在赵丽颖跟冯少峰离婚后 曾经杜莎夫人蜡像馆 专门为两人打造 知否里的大婚时的定情蜡像 被一分为二 彻底分开了 要知道 当时这部剧播出就成大爆款 两人在剧中的恩爱 备受大众羡慕 尤其是大婚时的造型 非常甜蜜跟浪漫 两位主角也从剧中走到现实 所以该对蜡像受到很多影迷的欢迎 纷纷来打卡留念 在两人离婚后 杜莎夫人蜡像馆也非常失去 将这对恩爱蜡像彻底分开 但看上去却显得浪漫孤独 原本的甜蜜不在 以后只能是形同陌路了 再想相守也是不可能的 想想有点心疼跟可惜 小编我是完全追过知否的 剧中二叔对明兰的疼爱跟宠爱 现在依然成为过去式 美好也因蜡像被拆开而荡然无存 一时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但其实也能够理解 毕竟现在赵丽颖跟冯绍峰已经离婚 虽然孩子是双方共同抚养 但也不再是夫妻 以后肯定尽量不会同台跟他同框了 在两人蜡像放一起是有些不合适 蜡像馆的这种做法也是很对的 就是让粉丝们心里有点难过 好在两人离婚非常和平 并没有出现开始或者互报对方丑闻的事 这点让人很欣慰 好感度瞬间暴增 赵丽颖也没有因此而影响 开始自己的事业打拼 也首度现身和炯主持的综艺节目 从路透来看状态非常好 清纯活力少女满满 希望银宝能够越来越好 既然已经成为过去式 就放眼未来 相信它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不知道你们看完是什么样的想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